字幕提供 我在上一個影片說 這裡的利息現在高企 不少在不同地方來的移民 居住的情況 跟這個利息是很有關的 因為如果的息口這麼高 真的很難頂 看看現在的移民來到加拿大 是不是真的很多 多到頂不順呢 是不是頂不順多到頂不順呢 這個沒得說 是什麼數目才是對的呢 這個就要慢慢地有些討論 因為在加拿大來說 的人口增長 全部是靠移民的 不是靠自己生養的 所以 而且這裡人口老化 有很多工真的沒有人做的 尤其是 在這個 服務性行業 真的是很少人做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譬如說 在農場那裡做的 也是買少見少 這樣不是很行的 不是說自己有錢算數的 不是 一樣要有人跟你做收割 你去到餐廳 去到麥當勞 一樣要有人來服侍你 機械人做不到這麼多 所以這裡有一些叫做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就收了很多 還有 有不少的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是會做了沒有多久 就會申請這個永久居民 有不少就 比如做護理 做這些老人院 真的很多 現在需要也是多 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想 那不是越多移民 就越好 經濟就越好 就越蓬勃 那 你可以有兩方面看的 沒錯 這個經濟來講 因為多了人做事 所以經濟增長的Pi GDP就大了 這個是真的 但你不要忘記 因為人多了 那是要分的 Average 的GDP per capita 如果有是多的話 增長就不是 每人來講的增長平均 就不是這麼大 那這一個 就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些很多的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無論你是做服務性行業 麥當勞 做零售 或者是在農場 那些 那些人工就不是高的 那就是 你越是這樣的 可能 就那個 的貧富懸殊 就越大 那在 其他國家 不知道 加拿大來說 這個是 可以說 很多東西都要唱平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有問題 有很多不平等的現象 變成有錢的 那些越有錢 不可以的那些 就一直都不可以 那你也可以聽見很多 很多人都說 喂 我來到這裡 找不回以前這麼多錢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要 唉 就是 要 要做一些這麼下賤的工 屈袖屈袖 over qualification 這樣 這樣 那不可以的 真的 你不想你那幫國民 經常都在這裡 怨天怨地 那如果是這樣 那不可以的 那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來看看移民之後 五年到十年之後 他們的收入 和他們所做的事 是不是跟當地的人 可以看齊 這個要個時間去看了 但是在短期內 這些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是真的要的 那 加拿大也收了很多 但是呢 說就說是收得很多 但是有時候呢 啊 當要有這樣的program的時候呢 啊 就一定會有人呢 就混水摸魚 就搞古惑的 那我在前 都幾久了 很多個禮拜前 有整個幾兩個月前呢 就說過 有不少 這個 電視 報紙 報道 不少在印度來的 國際學生呢 他們來的時候呢 是靠一間的移民顧問公司 跟他們呢 就申請這個study permit的學生簽證 那間這樣的公司 就出古惑 啊 啊 用了這些假的 啊 啊 就告訴學生 啊 什麼學院 現在收了你了 那 Seneca 全部都在Toronto的 大部分 在Toronto 啊 什麼學院 收了你了 那他們那班學生呢 就用了這個 這個 這樣 樣的 啊 啊 手法呢 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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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啊 向這個 加拿大的 移民局呢 就申請這個 學生的 簽證 那就申請到啊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幾年前呢 移民局呢 就不 就是 不知是看漏眼好 還是什麼都好 就不知道那些 信是假的 來的 就簽了給他 那些學生 來到加拿大呢 那個移民顧問公司就說 什麼什麼學院呢 就 現在呢 就有問題啊 啊 你那個application呢 就 啊 啊 啊 被 被人退回了啊 啊 啊 原 款呢 就奉還 給 那個學生 那麼 那麼 同那個學生說 我和你現在可以呢 申請 第二間的學校 或者什麼什麼 那他就真的這樣 申請了 啊 那些學生 真的又讀啊 啊 有些去了Alberta 有些去了第二間 總之 那些學 那就讀完啊 隨時在這裡 讀了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就讀完啦 那就自己再申請 第二間 那就讀完啦 那麼 一樣啦 跟香港 你們現在 Stream A 或者什麼什麼 來的 喂 我讀完呢 那一班的 印度的學生 我畢業啦 那麼 有些就找到工 有些就 申請PR 啊 不申請 又自可 一申請 哇 原來那個 這個加拿大移民局 發現 喂 你第一封申請信 那時候啊 那張的 啊 說收你那張的 那封信 是假的 來的啊 麻煩你啦 就走人啦 那要 Deportation 那應該 就是上個月的月尾 應該有成幾 七百個有多的 這樣的學生 啊 有很多已經是讀完的 做著工 那要 踢回他們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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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一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 他們 第一次申請 用那封信 那個 收生信 那封信 那封信是假的 因為 第一次 要他們申請 那封信是假的 現在要回去 抗議 又說 示威 又說 加拿大是一個自由的政府 你是可以 出街抗議 出街示威 有一些 就 上刀法庭就咬 有一些 就是發現 他真的不知道 被人滾了 那 那 那些可不可以留 不知道 總之 現在呢 很多 是 deportation 的 那 還有呢 就會引致到 有一些 就是 喂 因為 這些 學生 很多 他們 來的時候 無論他們 好 或者他們 家人 是 真的 全副 身家 按 屋 按 樓 按 田 按 地 按 生意 這樣 來供他那些 子女讀書 很多 都是 想著 讀完之後 可以在這裏 找到 工 那就還錢 因為 這個是 他們來講 要這樣 才行 但是 他們 就 現在要 回去 這樣的時候 就 很不可以的 真的 你真的 差跪離 很不可以的 所以 有一些 就 我前 沒多久都說過 有些是自尋短見 也好 總之 很嚴重 現在 有一些 國會議員 可不可以 特赦這班人 在人道立場 應該有得爭 但是 問題 就是 就是這樣 如果你特赦了一次 以後 那些 那些 移民顧問公司 原來 我這樣做 那些人都可以來得 人道立場 那 越來越多 這些 人的 移民顧問公司 事務忌憚 那個 的 argument在這裡 你是不是鼓勵了 多些人 開這些 無牌 經營 找人 整股人 這樣 移民顧問公司 如果你是這樣讓他們入境的話 那 那 這一個 我 我沒有答案 你們 在留言 那裡 就告訴我